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静鹏工业公司昨日晚间发生大火,造成5名消防员2名移工命丧火厂,令因厂内囤积大量硫酸、盐酸等化学物,空气弥漫枪鼻气味。 据了解,在2016年12月,静鹏工业就曾因流出废水污染桃源迎盘西热议。 综合媒体报道,静鹏工业2016年12月24日流出废水,导致桃源迎盘西热污染,被网友戏称为蓝色多脑河。 当时静鹏公司表示,因药水供应商草车撞破厂内废水住村草,导致废水系统异常,会负起清理及补救的责任,同时检讨厂内安全措施。 静鹏客户囊括全球前20大汽车电子厂,终端应用平均分布于美国、欧洲及亚洲等地,站稳全球汽车版重要地位。 而一年多前就因排放废水热议,昨日大火造成欺人丧命,厂内又被发现囤积大量硫酸、盐酸等化学物,恐再度引起争议。